银眼与雷刀两大妖皇的这一战 很快就轰动了妖族境内 尤其是得知银眼丢了一条命 雷刀重伤 小雷皇身远 又战死四位妖王之后 更是群起哗然 引得各方云洞 首先就是铁血国发出通文 指责银眼妖皇 行事嚣张跋扈 倒行逆施 擅挑边训 杀戮无辜 雷刀妖皇 为救爱子被迫出手 如今杀子之仇不可不报 引眼雷刀两国 事成水火 皆引眼无千山之过也 铁血国与引眼国 因边境冲突问题 最近关系已经是越来越紧张 这时候发生 自然是要帮着雷刀说话 引眼国这边也不客气 反唇相机说 你铁血妖皇也有脸说别人 铁血妖皇已杀正道 五大妖皇中就以你铁血国 罪是血腥残忍 杀戮无算 接着就是黑水妖皇出面 声称 妖族本是一家 当团结一致 齐心协力对付人类 避免内斗 但是这番话说的毫无意义 如果是强敌环似 那妖族或许就直接团结起来了 有什么内部矛盾 也都能先放下 问题是 现在人类示弱 偏安一鱼 根本算不上强敌 那还有什么好为人类而放下仇恨的 越是强大的势力 越容易因内部矛盾而覆灭 不是没道理的 组织实力 就像是深海生命 不被外部压力压垮 就被体内压力称暴 最后 身为五大妖皇之首的极光妖皇 也终于发生了 他老人家 先是严厉批评了两位妖皇 不识大体 不顾大局 为一点小事 就相互争斗的事实 导致妖族实力受损 这是对妖族不负责任的体现 接着 又痛心疾首的 为死去的生命惋惜 并表示 小雷皇天纵英才 是个难得一见的好孩子 就这么死去实在可惜 阴眼应当为此道歉请罪 争取化解恩怨 虽然极光妖皇 话里话外都透着 老夫公平对待 不偏帮任何人的意思 但是 绝对的公平 本身就是一种不公 毕竟谁都知道 尹眼是极光的女婿 极光帮尹眼说话是正常的 不帮才就有问题 而从如今 极光妖皇的话 大家都听出一丝不对了 那就是 极光似乎对尹眼 有些不满意了 正是这份不满意 才让他说出了上述那番话 表面看起来是公平处事 其实呢 却是在给尹眼难堪 让尹眼对雷刀道歉请罪 这无疑比杀了他还难受呢 联想到最近尹眼专宠一名人类女子的谣言 有心人便意识到 传言只怕不假 不然 极光不会以这种方式暗中敲打尹眼 不过 这敲打有没有效 可就不好说了 因为尹眼对此 未做出任何表态 唐杰这时候正忙着 不送传送阵呢 当然了 不是那种超距离的传送阵 而是尹眼与雷刀两地之间的传送 使得唐杰可以在两地之间 更加自由的往来处事 传送阵的位置设在修炼净室中 这也是每个修者最私密的地方 再亲密的人也不可进入 平日里则以阵法掩护 这种有限距离的传送阵 成本就小得多 以前在七侠界各大派都有布置 妖族虽不善法阵 但是通过鲁来的人族阵师也有布置 只是受限于妖国之间的相互提防 一般不允许跨国传送罢了 除此之外 唐杰又布置了两个传送阵 一个是通往云墨渊的 一的事儿让唐杰充满警惕 再也不敢随意让小三他们 在妖族土地上来去 一个则是在东京关附近 唐杰这个身份 在人类一方依然有存在的意义 必要是唐杰也会选择去看看 以及做些贸易 当年两界贸易 唐杰做的是风生水起 如今做一下两族贸易 亦未必不行 充其量利润幅度小一些罢了 但是总是有利润的 只要有利润 唐杰是不嫌钱多的 不提本体的胃口 单是一个山河设计图 就能将整个青云界吞下 都不带眨眼的 传送阵布设完成后 唐杰还真是抽空 去了一趟东京关 看到唐杰无恙归来 为他提心吊胆的身图员等人 也松了口气 唐杰带回了黑檀花 按约定将五半黑檀分开 一人一半 这让四人大为感激 要知道 黑檀花被孙淑明取得一事 无人知晓 唐杰不说 谁也不知道 在东京关住了几天后 唐杰便提出 自己有方法 得到一些妖族领土上 特有的资源 不知道四人 可有办法将其卖出去 对于这笔买卖 四人都大为心动 这四人在凤山国 都是世家出身 门路自是极广 在问过唐杰手里 都有些什么资源后 历史惊喜无比 自从神都风被妖族占领之后 那里的五色石矿脉 就被占据了 从此以后 我人族是再无原得的五色石 想不到唐兄竟然有能力得来 神突原兴奋的 有了此物 傀儡的恢复能力 能提升至少一成 神类草为制造圆灵丹必备之物 自千换古诗线后 再也无机会获得 如今原灵丹价格居高不下 皆是因此物之缘故 冰凤也道 原灵丹是一种提升功力的丹药 只需一枚 就抵得一年苦修之功 且无任何副作用 能够节省修炼时间的药物 对任何人都是有价值的 可惜 自千换古诗线后 就再也无法炼制 原灵丹是用一颗少一颗 价钱也是居高不下 天星树 紫水雕皮 兰尾狼嚎 这些可都是制服的好材料 西门长风也兴奋的 唯一不是从妖族土地出来 大概就是黄泉水与鬼缘了 有小三在 冥界同样不失为唐杰的资源攫取场所 每次小三出入幽冥 都会为唐杰带来一些冥界之物 其中最简单的就是黄泉水 这种东西 只要在冥河中捞一点便是了 在人间界更是难得的 至阴至寒之物 效用无限 当唐杰说要多少度有多少时 叶小眼都知了 连问他需要什么才能换到 其实凤山国的资源 唐杰早就不稀罕了 他在人族这边数年 看得上的 能到手的早就到手了 不过凤山国的自然资源 唐杰可不稀罕 人力资源却不能不稀罕 如元灵丹这类灵药 却是只有人类的炼丹大师 才能炼成 就算妖族大能 也是垂涎三尺 因此 唐杰主要出售 妖族这边的自然资源 用来换取人族这边的成品 丹气浮阵 后两者他不稀罕 丹与浮却还是要的 元灵丹 空明丹 绿玉丹 还有紫物符 试音符 咦 这都是对付鬼物的符址啊 冰皇一边看唐杰的清单 一边诧一道 孙前辈的明解之门 放了很多鬼入境 唐杰笑眯眯的回答 紫语符与试音符 都是用来对付鬼物的符址 最难得的是 因为不是使用纯阳力量 鬼物自身也可以使用 这两种符址 就是为小三准备的 小三独闯 冥界烈石 唐杰帮不上忙 只能在后勤资源上尽量帮助 小鬼头 有了人类炼制的各种灭鬼法符 再猎起鬼来 就更加的如有神诛了 此外 空明丹也是一种罕见的鬼界灵药 也是少有的可以让小三使用 提升自身实力的丹药 绿玉丹是给一一用的 可以提升一一的功力 原灵丹则是给分身用的 至于本体 反倒是什么都不需要 不过 唐兄要的这些东西 在我人族也不易得呀 就以原灵丹为例吧 需要一百四十八种灵财为原料 还需要天心级的炼丹大师 费时七七四十九日 损耗自身丹火 方得炼成一炉啊 一炉也不过十二利 唐兄一口气就索要百利 还多多一煞 确实有些为难了 生徒员摇头道 所谓损耗丹火 就是炼丹师为了炼制出真正的顶级药物 不惜以自身激发自身天火倒果的力量 燃烧其中真源 催动药力 从而承担 而一些顶级丹药 更是只有这种方法才能炼出来 至于损耗的力量 则根据 难易不易而足 如原灵丹药炼成 就要炼丹师 损耗将近一年的功力 而这种损耗 是无法用原灵丹弥补回来的 也就是说 一炉十二粒原灵丹 除了需要一百多种灵财外 还有一位天心级丹师 一年功力的成本 唐杰的眼界高得很 提供的固然是好东西 要的却更多更好 唐杰回道 我当然知道不够 所以还准备了一些其他东西 说着 唐杰已扔过几个戒子袋 四人打开袋子一看 吓了一跳 就见那几个袋子里 满满当当的 都是妖物内丹 皮毛 骨骼 还有各种稀奇古怪的法器 材料 这些东西倒不算稀奇 就是数量着实太多了 但是各种内丹 就多的花了众人的眼 粗略的数了数 得有上万枚 申图员已是颤抖着问道 你 你从哪杀了这么多妖物啊 唐杰笑了笑 自然是在妖族境内 只可惜 顾将军不认账 我就不找他要报仇了 这些东西 自然是唐杰 洗劫天刀城得来的 如果说 银眼与雷刀的宝库 以雾锡为主 那么天刀城就以低端量大为主 别小看低端呢 足够的量 加起来 也是个惊人的数字 唐杰早就算过了 整个天刀城 连财货带妖物 加一块的价值 丝毫不在 两大妖黄宝库之下 两大妖黄宝库 他不能一下子抽空 这天刀城的财富 却是不必客气的 何况 唐杰还加上了四大妖王 那可是四个 相当于化魂巅峰的强者尸体 全身皆是宝物 就连唐杰 都没舍得使用他们 通通交给身徒四人交易 只留下银眼与雷刀 两位妖黄的尸体没动 倒不是说 凤山国无人有此能力 而是此物一出 大家必然知道 银眼雷刀已死的事 这种事可不能走漏风生 唐杰也只能先放着 至于那四位妖王的尸体 唐杰早将他们拆解 刀不予看出来了 有了这些 购买原灵单已是绰绰有余 唐杰表示 如果有多余的钱 不用客气继续购买更多的原灵单 一百颗原灵单 就是一百年的修炼时光啊 时间就是最大的财富 最好的资源 有了它 分身就能赶上本体的进度 齐头并进 子府以下无敌的这条路 唐杰还没走完呢 交易的事谈完之后 唐杰又委托四人帮自己留意一下 带有空间属性的奇物 经历过这段时间的寻觅与培养 小三的空间能力狂飙突进 如今已比过去强大太多 相信要不了多久 就能正式突破空间壁垒 诸事谈毙 唐杰也不再多留 找个理由就离开了 有什么事 直接飞服传讯即可 出了东京关 唐杰还没直接去传送阵 而是向着关外西面 一直飞去 一路飞了约两个时辰 唐杰来到一片宽广的湖泊前 这里是安阳湖 青云界最大的湖泊之一 高耸于湖上 唐杰取出衣物 正是天旋重水 往空中一抛 天旋重水已化成一个巨大水球 悬于空中 借着唐杰对安阳湖再以招手 就见湖面上已泛起滔天波澜 粗大的水浪直冲天机 向着空中的天旋重水涌去 说来也奇怪 这么多的水涌入天旋重水中 便如入了无底洞 被天旋重水吞噬一空 只是片刻功夫 碧波迁寝的安阳湖 水面已经下降了一大截 唐杰并没有将整个湖泊都抽干 毕竟湖里还有鱼虾呢 湖边也有无数靠湖生活的百姓 信手一招 将天旋重水招回手中 那重水已化回水滴 在唐杰手中翻滚着 只是内中 开始出现浪瓜翻滚的景象 这便是天旋重水的作用了 可那三江四海之水 加以祭练后 临战时对敌妙用无双 此刻 唐杰收了小半个安阳湖后 又取出两个瓶子 对着天旋重水一到 就见坪中已涌出滚滚黄流 正是当年得自天火塔的黄龙圣水 和冥界黄泉水 此二者也是水中精华 只是唐杰一直没找到 什么合适的使用方式 如今便干脆一起用天旋重水给收了 再开始凝练 就见天旋重水中波涛滚滚 在唐杰手中不断的变化着 一会儿变成一个庞大的火球 内运波涛万寝 一会儿又化成一片银河 从天而降 势而拉长 势而捏扁 势而搓圆 不断的变化形体 看起来倒是颇为有趣 片刻之后 重水之中波卷云收 不复先前怒涛狂浪的表现 最终 所有的水都凝结为一滴天旋重水 唐杰再将一缕心神寄于其上 使其可以随自己心念改变 就意味着炼化成了 这也是为什么雷刀妖皇当初炼化过的重水 无法使用的原因 心神连接的宝物 除非自愿抹去 否则一旦强行易主 曾经的努力也都化为流水 需得重新济炼 因此 唐杰虽能继承天旋重水 却只能继承那一点本源 被炼化过的力量 却是无法继承的 此刻 重水只是出城 天旋重水海纳百川 今后还需要不停的摄入 反复的祭练 才能发回其威力 此刻 唐杰将重水信手一抛 就见银河天降滔滔不绝 犹如一条皮链 刷的将半边的山头都冲刷了去 唐杰点点头 对着天旋重水的威力感到满意 这毕竟还是出城 等日后纳得多 练得久了 威力自会更大 再与苍云圣火一起 水火并济 当能格外显微